現在就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讓青春愛作書的好消息告訴大家 嗨 好 今天呢 首先來開箱這個 燕府的工作室 這就是你畫畫的地方嗎 對 這就是我創作的地方 創作的地方 顏料在這邊 然後筆在這邊 然後有一些油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灼技啊 果然是藝術家的工作的場合 你看這裡都是這樣 都是顏料 而且 對 而且為什麼這樣子亂拍的 你知道嗎 在顏色之間有碰撞 我的視覺就會變得很有 很刺激有沒有 這個是你之前 持續在創作的心理箱嗎 對 心理箱 其實我已經創作了大概三年 三年 四年的時間 現在已經大概有兩百多個了 兩百多幅了 有兩百多幅了 那我現在就在想 讓這個事情 能夠變一點不一樣的 畫面跟模樣出現 這個是最新的創作 還創作到禮拜 還沒有完全結束 是 好 我們等一下可以一起來 等一下一起來 我不行 對啊 可是我這邊有看到一個有趣的東西 你有在逛博物館的習慣喔 這是那種巨尺砂那種嗎 這就是手稿 我大概兩三天 一個禮拜我會安排一段時間 然後我這邊很多sketch的本子 我會放在這裡畫畫 就是等於練練手 看看有沒有新的東西可以出現 對 這邊有一個有趣的 大幅畫 你其實很喜歡畫大幅的作品 對 因為我覺得 越大的作品 越能夠代表 心中的那個世界 把它塞進來那種感覺 而且你現在越來越多 隨意的東西了 而且你用顏色也越來越衝突 對 你一開始的時候說顏色沒有那麼衝突 我一看顏色還是 我還是會去調啊這樣 但是我現在顏色 越來越直覺 可能紅色 綠色 藍色 土黃色放在一起 大地色比較多 對 我覺得這樣可以表現出那個 我們人類原始那種 粗礦的那種情感 是 對 繼續來這邊看 這邊就是 這邊可以進來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這裡沒有牆啊 對 這個系列我沒看過 其實今天你們來拍 其實算是很多彩蛋 因為很多的作品 我本來想說 我不要公開好了 但是會有狀態就是躲不起來 對 因為每一件都是滿大的 你就掛白布啊 不是 這樣子 這樣不是更神秘 這什麼東西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 這個是我後面會發表的系列 是 好 那我們就先 先不多說了 可以進去看嗎 這裡面特別的 特別喔 對 這裡面都是一些 未完成或是在實驗中的作品 OK 好 那你先進去 這裡全部都是 正在工作中的作品 或者是 有些應該是油彩 有些需要等它乾 我就會放在裡面 這個有點像什麼 你知道我們去那個 買那個肉鋪 不是 熟成的牛排 就掛在裡面 對 它需要等待的時間 所以這也是熟成的畫 對 九成 大概都九成 是 幾乎完成 但是內容 我們就先不公布了 對不對 好 這就是神秘的畫室 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邊一樣 有無敵的這個風景 來 對 你剛剛講的這個 手稿畫色就是這些 對不對 這邊是我這幾年 有一些 手稿 對啊 你看都已經 舊了 會出國 我就要貼機票 而且你知道嗎 藝術家的手稿 是最棒的 對 比如說有 有水彩的 對啊 有一些亂畫的書籍 是啊 紀錄用 其實比較多的是這樣 好 對 之前我們談的 這個愛因斯坦百年手 對 這個我覺得 拿到這個 你們拍到這個書 這個書櫃其實已經有 大概有 九年十年了 九年十年了 我搬了幾次加這個書櫃 一直我都留著 雖然它放著都其實已經變形 但是我覺得放在裡面的書 都是對我人生有點意義跟啟發的 包含 這本書我很納悶 怎麼會放在裡面呢 其實這應該不是放裡面 放在哪裡 放在廁所對不對 剛剛跟水桶放在一起 這個要 我們的傳家寶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之前我去你的節目講的那本書 對 愛因斯坦 這上次我們去節目的好像是一年多前 到現在製作單跟我說 有沒有哪本書可以特別介紹 我覺得還是這本書 對不對 這個還是貫穿全世界 百年相對論 對 如果想要知道這個書呢 就看之前的青帥讀書了 對 還有一些繪本啊 對啊 繪本啊 鑑賞的啊 我出國的時候去買的 我覺得我都很棒的啟發 我都會買回來做一點紀錄啊 對 也像這樣 好 也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好不好 好 對 因為 小時候就是 我的筆記本就是用自己的拼貼 喔 對 這都我小時候做的 這是你小時候做的 我小時候做的 所以它會是獨一無二 到現在 到現在這樣 因為我很喜歡馬嘛 是吧 對 就有這樣的感覺 這個部分會有 這個不是書房喔 好 但是呢 這是書櫃 真正 你還說你沒有書房 明明就是這裡啊 不是 這裡就是啦 我去你們家看你那個才是書房 我慚愧啊 我印象中書房 是像你家那樣才是書房 蛤 對 就是地震就要掉下來 那種 那個才叫書房 就是幾成本那種對不對 對 對啊 可是呢 我來看一下喔 就是這裡面其實有各式各樣的書啊 對 包括你之前 在畫你的時間 不見得看得到畫 對 這是我自己出的一本 對 這個書我也有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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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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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加入你的洗禮箱行列 對 那個 你就把它當作書寫好 書寫是不是 對 不要把它當作畫來畫 你知道這種事情就 就是不是你自己做的東西齁 就不能隨便這樣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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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嚴肅 這其實是很輕鬆的 是齁 等一下 這個是白色 這個不可以 黑色不行 對 你可以往黑色這個 多加一點線條啊 那種深色的地方 好 那就在這裡囉 對 可以 是 是 可以喔 很可以很可以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吧 聽你之前我們在聊藝術的時候 你一直強調 有感覺這件事情 對 要怎麼樣做一個有感覺的人呢 怎麼樣做有感覺的人 就是 其實我覺得 我可以講得很坦白嗎 可以啊 看你白到什麼層次 就是 就是該失戀就去失戀了 對 該被放棄就是去放棄啊 嗯 然後比如說你 去找工作 該挫折的時候 你記住那個挫折 好 所有的失敗的那種 那個感覺都會是你 將來 成就你自己的養分 所以對你來講 就是生活 經歷過的一切 然後 然後重新去確認 到底我經歷了什麼 對 這算是有感覺嗎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很多長輩都會說 你年紀越大才會演得越好 對 真的是因為經歷 我以前沒有當過爸爸的時候 我演爸爸的時候 很尷尬 我小孩過來的時候 我是這樣 我自己都嚇到 為什麼 這不是小狗耶 為什麼會這樣 你知道嗎 你朝夕相處不會有這樣 那應該要怎麼樣 應該現在有小孩是直接 就譬如說媽媽就直接這樣抱過來了 他不會有這個動作 不會有這個動作 對 所以經歷很重要 他是在你的血液細胞當中的 我第一次的失戀 國中失戀的時候 我 之前我不聽音樂 鬼天滅地就是這樣 天地是黑白的 茶不思 飯不想 然後 我那時候之前是不聽音樂的 那個時候 我女朋友很喜歡張學友 所以那時候我開始聽張學友的音樂 所以要一千個傷心的理由 一千個傷心的理由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為什麼學友不要那麼了解女生 你知道 從此那時候我才開始聽音樂 還來聽我的演唱會 但是如果沒有那個階段 那我也不會有對不對 有這個歌唱啊什麼的這樣 是 對啊 所以我覺得當了 你要當個創作者 你用什麼沒才 不重要 很多人說 那我想要學友話 想要學水彩想要幹嘛 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講什麼 哲心你不會跟我說 彥甫 這本書推薦給你 然後我問你說 為什麼推薦我這本書 這本書的字寫得好美 但是它沒什麼內容 那畫 看字體就好了 對 書還是要有內容 我會因為少了兩頁書 去再重新買一本 但是我不會因為 它寫的字很漂亮去買 去買一本書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情感是最重要的 是 看你能夠挖到你自己內心 能夠挖到多深 對 我常常說 藝術家是一條 生命在往回走的路 是 它是在往回走到原點 對 對 對你來講 創作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實際上 你的行李箱系列 運動員系列 還有你要發展出來 新的創作 都是從生活裡面的觀察來的 生命的觀察吧 生命的觀察 感受 對 我覺得最主要 其實還是 內心的感受 靈動啊 我們之前呢 聊過很多次 就是 有一些朋友說 想把他的小孩啊 或是 介紹學生給你 然後他說 我小孩子不會畫畫 所以要請你教他畫畫 可是你聽到這個畫的時候 其實你都有另外的想法 對不對 對 因為他在講這句話之前 他會說 我小孩好愛畫畫 你可以教他畫畫嗎 那我就說 你那畫畫就已經會畫了 為什麼還要學呢 對啊 如果他不喜歡你學 那就很痛苦啦 嗯 因為我們都是 小時候填鴉式的那種感覺 嗯 好 那我覺得如果 畫畫也是那麼不自由的話 那我怕你從此以後會 開始不敢畫畫 那我反而我覺得我害了你 對啊 所以我都覺得 我都有顏料 你畫布都有你來玩 你要 有噴漆啊 塗鴉啊 什麼都可以啊 那玩得全身上吸氣 再回去就好 不過我覺得啊 就是對於 因為有很多的 先包畫你的心理箱系列也好 或者是 就是其他的發展也好 其實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你看 觀察身邊的人 或是觀察這個世界 觀察生活 對 那觀察對來講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不管創作任何形式 不管是寫作 或者是什麼裝置啊 表演 觀察跟感受是 最重要的 雖然這個畫好像很直白 好像很沒有內容 但是 往內化去想 其實 世界有多大 其實是你自己定義的 所以我推薦那本書 叫做 觀看的方式 為什麼我推薦這本書 最重要的原因是 為什麼我們常常會 會看一個作品 或者是看到我們眼睛 所見聞的一切 我們會去想 什麼是好 什麼是不好 是 為什麼大家覺得好 我不覺得 我怎麼不覺得好 對不對 那明明大家都覺得好 為什麼我不覺得好 就好像 變形金剛你知道吧 我知道 我看到睡著好 我看到睡 他只有第一集的時候 我看得下去 他後面就越來越來越來 但我第一集我看到就是睡著好 是 可是我看到睡著好的時候 他票房那麼好的時候 我反而回到家裡 我檢討我自己耶 檢討你自己 我覺得我有問題耶 我怎麼跟你們不一樣 結果後來呢 你後來檢討有沒有結果 我的結果是 現在的科技那麼發達 恐龍都能夠拍得出來 一個汽車會變形有什麼了不起的 你懂我意思嗎 是 所以那時候我無感 所以公開的方式 它提供我一個 等於是拆神經你知道 它透過科技 透過攝影機 透過人的視覺 透過人的感受 然後它來拆我們的神經 來跟你解釋為什麼 你覺得你眼前的這顆蘋果 是漂亮的 然後也會帶入一些 藝術史的觀點在裡頭 對 所以你只要那個 那一句話的提點 對 或是一個點寫 就是要讓 讓你去重新思考 你一早就知道的事情 對 讓我重新思考一次這樣的事 我覺得 這是看出最 最根本的意義啦 而且我覺得 那是最有價值的 有人說藝術它存在的目的跟價值 是為了讓騷衆即逝的記憶 有了延續 讓那些已經消失在無形 在虛空之中的東西 能夠重新出現在大家面前 但是如何讓這種重現 更有感情更有價值 然後讓我們能夠更深刻的體會到 生命或者是世界的本質呢 也許有感覺這個觀點 是藝術跟寫作最重要的核心 那今天我們透過了 不同的藝術家 不同的藝品家 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對藝術 對生活 對世界的看法 或許這邊 這本書觀看的方式 也可以給你一點點參考 喜歡這支影片嗎 現在就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讓青春愛主書的好消息 告訴大家